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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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我是艾佳! 這個時間大家肚子餓了嗎? 這次呢又要來開箱 最近的全年夯品 然後還有全年的新品 有幾樣呢 我都還沒嘗試過 那我們就一邊來開箱吧 日式烤麻糬 然後還有一個這個是 燒麻糬 這個是紅豆口味的 新西郵寄裡面 有出現過的包子 生活良好的那一系列 然後它是推出了日式醬燒炒麵 重點是它是 笑咪咪的喔 大家都推薦很好吃的 調理包 放在很隱密的冷藏櫃裡面 樂天的可可脆皮風味雪糕 然後剩下這兩款呢 是我個人私心 滿喜歡的 等一下一起拍箱給大家 因為呢冰會融化 所以我們先吃冰 這款有兩種口味 另外一款是黑巧克力口味 然後它一盒裡面呢就是長這樣 15個 售價165元 所以平均一個是11塊 然後它滿小一個的耶 就一個掌心大小 喔 超迷你的 裡面就是長這樣 你看 這一款有點甜度 但它的巧克力就是比較偏 牛奶蒸果巧克力那一系列的 滿順口的 然後裡面的香草跟它的巧克力 融合在一起 我覺得滿好吃的 它長一個的熱量是 80大卡 我是覺得還滿OK的 因為它就做了小小的米 就是想吃的時候 就拿一個出來吃 就也不會吃很多這樣 應該是 10分的話呢 我給它8分 我覺得它算是滿好吃的 因為我本身 比較沒有那麼愛黑巧克力 所以我是選這一款 那有興趣的人呢 也可以去買來吃吃看 它放的滿隱密的 因為它冷凍櫃裡面冰品滿多的 所以你要仔細看才找得到 然後接下來是這個 媽咪廚房的咖哩烏龍麵 它還有另外一個是日式炒麵 我個人是 比較想嘗試咖哩啦 所以我就買了咖哩 它售價一包是49元 然後它是冷凍直接就可以微波了 所以我們先拿去微波 我們微波好了 它的烏龍麵看起來其實 就是比一般的烏龍麵再細一點點 它的咖哩味蠻香的 這樣聞就聞得到它咖哩味 在微波的時候也都聞得到 我覺得它烏龍麵的口感呢 不算非常的Q 算中等 因為我個人喜歡買在冷凍櫃裡面的烏龍麵來煮 那個吃起來比較Q 最近十二鍋在全年也有出烏龍麵 我覺得他們家的烏龍麵就蠻好吃的 比較Q一點 這個沒有到那麼Q 然後它咖哩的調味我還蠻喜歡的 它吃起來很夠味 就是完全不會辣 連小朋友應該都可以吃的那一種 還不錯 不過它沒什麼配料 就只有 一些紅蘿蔔塊跟玉米粒 份量300公克我覺得還OK 有一點點肉末 有一點點肉末 十分的話呢我給它七分 我覺得算是 你擺在家裡的冷凍庫 半夜可能餓的時候 微波一下來吃是蠻方便的 下一款呢就是生活良好日式醬燒炒麵 我會買它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呢 我看到笑咪咪的LOGO 我個人還蠻懷念很久以前 小時候有吃過笑咪咪的炒麵 現在都找不到了 但它這個蠻貴的 它原價是79元 我買的時候是第二屆五折 所以一個是59元 它標示的都還蠻清楚的 先加入乾燥蔬菜 它裡面呢就是有蔬菜包 然後一包是醬 另外一包呢是海苔粉 看起來份量滿一般的 沒有很大 它的醬非常非常的夠味 它其實真的有笑咪咪的味道 讓人蠻懷念的 它就是比較正宗的日式炒麵 帶點微微的酸 我覺得蠻好吃的 但是有點空虛 它這樣原價79元 我應該不會買耶 蠻貴的 你會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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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分的話呢 我給它 6.5分 口味上我覺得OK 但價錢我覺得蠻不OK的 我記得以前笑咪咪炒麵沒有那麼貴啊 接下來這個是 新西遊記裡面出現的甜甜包 它其實有出兩種口味 我這個是紫薯的 另外一個是紅豆 我覺得紅豆比較一般 所以我只有買紫薯回來嘗試 然後它是說可以用蒸的 用電鍋用器材用微波 都可以 然後這樣四顆呢 售價是189元 它裡面是長這樣 顏色蠻夢幻的 但是一顆塊50元的甜甜包 我要看它到底好不好吃 我們先去微波一下 我們微波好了 好燙耶 這是它內餡的部分 看起來還蠻多的 它裡面的地瓜泥啊 蠻綿密的 但是蠻甜的 很像那種蜜地瓜的感覺 皮是蠻鬆軟的 內餡包蠻多的 但真的就是甜甜包 有點甜 十分的話呢 我給它六分 這個比較適合螞蟻人吃 不然你真的會覺得太甜 然後下一個這個呢 它不是新品 它很久了 我覺得它超好吃 我小時候超愛的 這個是白朗尼的 小麥千層酥 它裡面是長這樣 它就是有兩層 一盒裡面呢 總共有14個 它超好吃的原因是 它整個餅都很酥 然後它上面那層會甜 下面就是千層酥的口感 整體不會讓你覺得很甜 很膩這樣 就很容易一口接一口 也不會覺得很油 我那時候買 然後小編吃了 他說這什麼東西 我為什麼沒吃過 超好吃的耶 推薦大家可以買來吃吃看 10分的話我給它9分 我超喜歡這一款的 這個是 華南的香辣蘿蔔 為什麼會介紹這個呢 因為前陣子 全年就是很夯的截頭菜 它買一送一 所以搶購一空 就有人推薦這個 然後我就想到 我小時候也蠻愛這一款的 所以再買來開箱一下 給大家看 我記得這一罐好像是45元 它打開就是 非常濃的豆瓣味 然後裡面就是長這樣 豆瓣味超濃 所以我準備白飯 這個一定要配飯 我覺得這罐真的 蠻好吃的 因為它的辣其實 蠻微辣的 不會到很辣 然後它裡面就是會有豆瓣味 然後蘿蔔又很脆 帶點甜 非常的下飯 然後配粥什麼都很適合 推薦給大家 我給它8分 接下來呢 這款是 日式烤麻糬 應該是中秋節快到了吧 所以推出這些 這一包售價是89元 然後它裡面是長這樣 它就是有10個麻糬 然後它有附上花生粉跟 一包蜂蜜醬 我們拿去氣炸看看 天啊我覺得超療癒的 我氣炸5個 結果 這兩個我不小心放太近 它就黏在一起了 它氣炸起來超可愛的耶 它的花生粉是會甜的那一種 我是用170度氣炸7分鐘 然後它就整個膨起來了 然後就是大家斟酌 看它怎麼料理 吃一點點 再加很方便就做成一道點心耶 10分的話呢 我給它8分 最後一款呢 這個是 燒麻糬 紅豆口味的 售價是85元 這兩款麻糬呢 都是放在冷凍櫃裡面 一盒裡面有8顆 它上面是說 可以氣炸可以烤箱可以平底鍋 也可以用煮的 我覺得它的圖片啊 用煎的看起來好像很好吃 所以我直接用煎的 好了現在我們已經煎好了 趕快來試吃看看 它紅豆餡蠻多的耶 整個滿滿的 它的紅豆餡是泥狀 然後混一點點顆粒感 整體來說紅豆餡有點甜 但是我覺得不會到很膩的狀態 用煎的呢就是它的皮會變得稍微脆脆的 中秋節烤肉蠻適合可以拿來烤一下的 10分的話呢 我給它7分 給7分的原因是因為呢 紅豆其實一直都不是我個人最喜歡的口味 好啦我們今天開箱了8款全年的商品 有其中幾樣呢 是目前討論度很高很夯的商品 如果大家有興趣呢也可以去買來吃吃看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為止啦 喜歡我的影片的人呢 記得幫我按讚按訂閱還有開鈴鐺喔 然後記得要分享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